世界上被误解最多的问题 移民问题 大家好,我是银娟,欢迎来到银娟频道 移民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 古元写了一篇万字长文,详细分析了这个问题 因为文章比较长,所以分为五期视频来分享 本期是第二期 上一期视频分析了移民的前两种形态 本期我们继续分析移民的其他三种形态 移民的第三种形态 跨国投资 这种移民形态是任何一个国家举着双手双脚欢迎的 哪怕是朝鲜 因为任何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投资的增加 每增加一笔外来投资 对于当地民众来说都代表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 跨国投资中有两种 一种是投资移民 另一种是投资商务便利 投资移民鼓励的是本国以外的人投资于本国 希望他能雇佣更多的劳动力 从而增加当地劳动力的收入 同时更多的生产 也会带来消费品的下降 也对民众的生活有改善 对于有钱人 移民是很简单的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开放了投资移民的通道 更多的投资移民其实不是移民的手续 而是对外来投资者给予一切便利 它并不一定代表着身份的改变 不一定有什么绿卡公民 比如中国这么多年来吸引的外资 他们的老板不需要什么绿卡公民的身份 就可以自由出入中国 也可以在中国长久的居住 还有大量的外籍高管 他们甚至享受有很多中国人都享受不到的特权 比如他们可以有更低的税率 现在在珠三角 香港人才就可以享受15%的个人所得税率 很多外籍高管在中国工作还可以聘拥非拥 但中国人是不可以的 这也是移民 虽然国籍身份没有改 但是他们可以方便的在中国工作和生活 没有哪个国家会傻逼到限制外来投资 这种纯傻逼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基本消失了 连古巴潮险都在欢迎外来投资 只有极少数脑残还天天在担心 外来投资会影响本国的经济 这些奇特的物种也几乎要绝种了 在日本移民的一个重要通道 就是在日本办个企业 有些地方移民投资就比较高了 比如新加坡要一个亿 移民的第四种形态叫绿卡 绿卡是一种拥有当地的永居权 且可以在当地工作消费 并拥有当地的一部分福利制度资格的一种移民形态 因为工签往往有时间限制 比如五年十年累的 到了时间你就得滚蛋 绿卡不仅拥有永久的工作权 还成为当地福利系统的资格成员 大部分消费移民 工作移民往往不被视作移民 因为移民这个词被烙上了永久二字 所以在一般的语境中 只有绿卡才算是真正的移民之一了 去日本新加坡卡塔尔打工的中国人不少 但一般他们不认为自己移民了 因为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当年美国的排华法案 就是代表着这种不确定性 所以在国民情发生变化 就可以一纸律师将你赶走 但绿卡就在法律上 给予了永久的工作权 居留权 甚至给了福利资格 当然你也需要付出一些东西 比如税款 如果你是美国的绿卡居民 哪怕你跑到中国工作 美国法律中规定 政府也可以向你征税 很多国家开放绿卡的目的中 最重要的就是对税收的追求 比如你要是美国的绿卡居民 你交的遗产税起征点 就比美国的公民低 你在全球的收入都得被交税 不少中国富豪不懂这个 以为在美国办个刘卡 就是找了一个安全的赶弯 没想到的是 他们成为了美国税务局的猎务 中国有一个富豪办了美国绿卡 在美国买了多套房子 后来在中国死了 儿子跑去美国继承他在美国的房子 结果发现一些房子 因为没交房产税没收了 而另一些房子要继承 要交大笔的遗产税 美国公民可以有545万美元的遗产税 免税额度 但绿卡居民仅有可怜的6万美元 当然绿卡的获得者福利上有 但有限 和公民有不少的区别 绿卡持有者在美国享有的医疗保险 福利受到很多限制 通常只有在紧急情况下 才能得到医疗救助 公民可以获得社会保障福利 包括退休机 残疾保险和社会资助的 而绿卡持有者则受到更多限制 只能获得有限的福利 例如在绿卡持有者申请社会资助时 他们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在美国生活 和工作了5年以上 公民申请美国高校时 享有优先权 他们可以获得更好的奖学金和贷款等 形式的财政援助 而绿卡持有者则没有这样的优势 虽然他们也可以参加大学和学业的入学考试 但是通常需要支付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 当然绿卡居民还不能投票 犯了罪还得遣返 本质上绿卡是一种永久供签的移民方式 也是永久可以自由出入所在国的移民方式 有人说很多中国富豪申请了美国绿卡 其实这不是真相 中国有钱人去美国申请绿卡 往往有其特殊的原因 比如中庆后就曾经拥有过美国绿卡 曹德旺也搞过 但都放弃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全球征税 还有税务歧视 中国真正的富豪移民到新加坡的比例更高 因为税低 移民的第五种形态 公民 这是被视为正宗移民的一种方式 即成为所在国国籍的拥有者 公民身份就代表着可以有消费权 工作权 还拥有了福利系统完整的资格 并且还可以在政治上参与投票 在不少国家工作到一定时间 绿卡居住一定时间 你也可以申请公民 日本是要求工作十年 就有机会入籍日本了 美国是绿卡五年后可以申请 当然一些左派政客喜欢用这个来拉选票 比如拜登就搞了一个最新移民改革法案 内容当中包括让1100万无证移民有机会入籍 扩大难民安置计划 虽然这一计划最后不了了之 拜登还积极推动绿卡居民转公民 民主党任上为了增加选票 他们支持开放边境 以追求最终民主党选民的增加 开放公民才是真正的政治问题 塔卡尔外来务工者是本国居民的八倍 并不影响君主制的运作 但如果这些人变成公民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不同地区的人的意识形态不一样 当他们进行政治选择时 就不可动摇的改变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态 你要将朝鲜地区的人全部移到新加坡去 那几千万朝鲜人说不定会把三胖请过去了 而在欧洲就面临这种问题 大量的北非移民 不同宗教 不同肤色 不同意识形态的移民数量的增加 对当地的政治生态构成了直接的影响 甚至导致了一些恶性的恐怖主义案件的发生 说完了这五种移民形态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 从经济学理论及政治角度分析 这五种移民形态带来的问题 我们下期见 拜拜